嗨,大家好,我叫木戴教练 今天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小建议 关于表演的小建议 今天的主题就是你身体或者你的脸的那种角度 请注意一下你的身体,你的脸的角度好吗? 初学者啊,是一开始学表演的人啊 他们常常会专注于自己的表演 而且有一点忽略身体的角度 所以呢,有的人就在表演的时候 常常对着镜头或者对着观众 背对着观众,背对着镜头 所以,那个镜头啊,或者观众看不到你的脸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所以呢,你在表演的时候 当然是你要投入情绪啊,表演啊,就OK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你身体的角度好吗? 一定要让观众看到你的脸 一定要让镜头,那个摄影机抓到你的脸 这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那个表演或者表达情绪的时候 你的脸上都有一些稍微一个 就是一个好的情绪的话 你的那个脸上有表情有变化 你的情绪是在那个脸上的那个表达的 很很细腻的那细腻的一些变化 如果你做了非常好的表演 非常自然真实的表演 但是摄影机没有抓到你的脸 抓到你的背或者后面 我觉得好可惜 还有那个观众 没有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脸 真的好可惜 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的角度 你的脸的角度 尽量让观众看到你的脸 让摄影机抓到你的脸 还有那个动作常常像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东西 然后我要拿那个东西的时候 用这边左手来拿的时候 这样子 但是镜头在这里 如果用右手来拿的时候 然后镜头 那个摄影机抓到我的脸 身体 这个也是一个小建议的 拿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 看到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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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的脸 但是如果这样拿的时候 嗯 好像看不到我全部的脸 还有那个女生 因为女生那个头发很长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 女生 有一位女生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表演 快要哭 然后在掉那个眼泪 然后哭的时候 刚好头发就挡住了 然后那个摄影机没有抓到他哭的表情 好可惜 OK 所以呢 女生的话这些头发也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让摄影机观众看到你的脸 看到在你的脸上发生什么事情 非常细节的一些变化 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才对 OK 那这就是我的今天的一个advice 小小的一些建议 身体的角度 千万不要背着 背着观众 或者那个背对着一些摄影机 还有动作的时候 右手拿的吗 左手拿的吗 一定要让镜头一些摄影机看到自己的脸 还有女生的话 请注意一下头发 千万不要盖住你的脸 OK 因为那个表演者 那个脸上的表情 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让观众 还有摄影机 可以抓到你非常棒的脸的那种变化 好吗 好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今天到组为止 如果 如果那个 大家有一些对表演有一些兴趣 或者有一些疑问的话 可以那个下面的那个comment的部分 可以可以可以问我 好吗 好吧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